哈囉,開始拍了,OK 大家生活紀錄,OK,我都是KSMAS的 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啦,小姐 我不是叫你拍影片測試 你走慢一點啦 走這邊,你要走那邊嗎? 走這邊啦 這邊啦 你有在拍了嗎? 我幫你看啦,看你拍得怎樣啦 你畢竟是那個,老婆是那個 來啦 幹嘛啦 看你拍得怎樣啦 你要幫我拍,轉過來才對 你現在是用廣角要怎樣 這樣子可以,來 你是用廣角還是沒有廣角 我都沒有動它 不要動它,你用一倍你這樣拍 要這樣子,我幫你看一下,檢視一下你 對 然後你正面看,我看你又叫去 轉過來,對 這樣子剛好,剛好就這樣子 這個距離,再前一點一點點 這樣子,太長了啦 太長了 太近了,你變得很大頭了 這樣子也是可以 現在不是用廣角是正常的一倍的 跟我一樣 我們要測試一下夜拍啊 這個我們同時拍我們影片就會上 然後我就 把我老婆影片連接放在這邊 我們現在拍的是iPhone 12 拍iPhone 12夜拍的測試 我們現在走過的 我們要講起來啊 我不懂啊 喔你不懂啊 你不懂啊 好啦 我現在的那個是 在這邊樹下 而且光線蠻陰爛的 而且現在 那個 樹影嘛 有時候光線會弱 有時候光線會強 相當就比較強一點 你不要晃 盡量不要晃 要測試一下防守陣 我們走的都會晃嘛 前面一點,前面一點 這樣子變成大頭了 對對對 對 拍生活紀錄 嘿 你可以 你可以遠一點啦 你手比較短 啊 太長了啦 這樣你用廣角不要 我幫你轉廣角 我幫你轉廣角啦 好不好 廣角就是縮小一點 對啦 現在零點圍就廣角了 你就不用 這樣子就可以就拍得到 它這個iPhone 12 你拍錄影的時候 除非你要廣角 你就把它縮小 不然它就正常是一倍的 一倍就正常我們那個 好像就是我們眼睛看到的那個焦段 我們眼睛看到的焦段 通常就是 那個 50mm 就好像定教鏡50的那種感覺啦 我這個可能會比較暗 因為 因為這個 不是大光圈的 然後老婆這樣拍的話 我這樣看一下 你這樣子 這樣子是感覺有點暗的 齁 來我幫你測試一下 來 我幫你拔 你這樣子 放大一點 0.6 好 用廣角拍 可以走 走 你就走 走好就對了 我們這一段 蛤 走好就對了 對然後你可以拍 我轉過去前面 一樣拍一下那個 錄影一下 像這個生存艙 看它一拍功能怎樣 換前面 你把它換到前面對 然後用走 我們用前面的視角再拍啦 OK 剛才是人了嘛 我們要走去生存艙 我們就實際拍 拍測試影片 我這支是TSMASS的 然後你 你要講解啊 你要講解啊 我看一下 你前面解對不對 好 Fone12 你要拿好 好 像老婆當一個YouTuber 你的手機要拿好 因為手機不了點 你要掉成什麼 我跟你講 你沒有拿那個TSMASS 很重好不好 很重 拍一下 你轉向那個生存艙 生存艙 你看一下 快錄一下 我們來測試一下 鬼影嘛 來看一下 鬼影啊 這邊 你測試還好 你鬼影沒有很嚴重 鬼影啊 就是這樣子 OK 鬼影我這邊會有 OK 走 我們要走到那邊 這時候影片一個結束了 OK 你說這樣看怎樣 我這樣看我的螢幕也是很OK啊 然後 比較一下 拍你的 你拍我的可以啊 來 你拍我的來 你拍我的 我這樣看 我這樣看 晚上拍也是很清楚 這樣子視角 對啊 這樣走 轉過來啦 可以轉過來 可以 你對你的粉絲聊天 對就對了 你現在是廣角的 很廣齁 聊天啊 那什麼 我們現在去走去聖人商 對啊 老婆跟她粉絲聊天 走去聖人商 我也不知道會講 你要叫我的粉絲 老婆現在有一個粉絲而已 原本就是29個訂閱 多一個而已 蛤 蛤 管她的 蛤 蛤 慢慢拍你會 粉絲會不會越越多啦 像我現在粉絲已經 雖然是200多個 可是我影片觀看率 一個月都有接近一萬 我們等一下走那邊走好不好 那邊 走那邊 對對對 欸她轉過來 我們現在測試一下這個 這樣子夜拍 你這樣子看的感覺 等一下 我看一下喔 我這樣看 欸還蠻清楚的齁 很廣 真的是很廣齁 欸她細節表現比較好喔 細節表現就比我測試還好 你看一下 拍下我 對啊 啊對齁 對對對 對對對 他夜拍 夜間錄影功能蠻強的 那個細節 表現得很清楚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你看那個 廣角你看 我這樣錄影很清楚喔 然後我這隻看起來就是 因為光線沒這麼大 比較那個 可是 其實它是有點過量的 其實是有點過量 因為真的 肉眼這樣看 其實是比較像我這個 有沒有看到 我眼睛啦 這樣亂看其實是像我這隻 你拍一下我的 有沒有看到 其實比較像我這隻 我這隻 表現就是比較忠實於原味的 你這隻是有點過量 有沒有看到 OK 好啦 影片在這邊結束啦 OK 拜拜再見 影片結束啦 拜拜再見 影片在這邊結束啦 再見 再見